台湾羽球男双组合王麒麟和李洋 29号在牙锦赛四强赛出战 第二局王麒麟疑似是因为救球的时候 大腿拉伤只能够忍痛退赛收下铜牌 今天两个人回到台湾 我们来听他们在机场的最新回应 对于以上气是蛮挺遗憾的 但是对我们最近的表现是一种肯定吧 就是最近的训练 因为毕竟我们之前也沉疾了一段时间 对所以这次能再次进四强然后有夺拍 而且算是我们 我羽球生亚中算是一个突破 对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算是一种肯定 蛮可惜的吧 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突破之前 没有拿过牌的记录 我觉得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毕竟我们之前可能状态没有那么好 然后在这一战可以拿到第三的成绩 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不错的回应 两个人都对退赛感到可惜和遗憾 不过也说这次能拿到第三名的成绩是突破和肯定 王津林接下来也会仔细的检查和治疗 再来评估之后参赛的计划 哈喽我是叶鸣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